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未给死去的白月光报仇,竟挑儿子生日那天,在饭菜里下了毒,还好我提早发现躲过一劫,事后我不再忍耐,让他付出代价。 儿子主动脉加层破裂,需要手术。 我老公就是心脏专家,可我没有给他打电话,直接打车去了医院。 上辈子,在我苦苦哀求下,老公跟着救护车一起回来接儿子,并且安排好了床位。 因为老公忘了带手机,青梅心梗给他打电话没接到,猝死在救护车上。 老公失踪三个月,回来后一切如常。 甚至在儿子生日那天,主动提出做饭。 结果他在饭菜里下了药。 他掐着我脖子,生生割开我的喉咙。 是你逼我回家接儿子,如果我那天接到了小颖的电话,他就不会死,你们全家是杀人凶手,必须给他偿命。 在睁眼,我回到儿子突发心脏病这天。 这一次,老公成功接到了青梅的电话。 可后来,他怎么跪着求我原谅呢? 嫂子,我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可真的一张床也没有了。 眼前的男人是我老公王周的同事江天,是今天的值班医生。 我重生后,第一时间就开车带着儿子来到了医院。 可他看都没看我儿子一眼,就把我们拦在了心外科的外面。 此时,儿子眼泪一直掉,刚才在车上,他就已经没力气叫疼了。 我妈急得团团转,怎么没有病床? 那里不是有一张空床吗? 医生,我们不能住那张床吗? 江天面不改色,那张床已经被预定出去了。 我妈怒了,医院的床还能预定的吗? 难道不是先到先得吗? 我外孙病得这么严重, 有床却不给他住,你这样的也算医生吗? 喊什么? 江天冷声说道,我怎么觉得他一点都不像有心脏病的样子。 再说,你知道我们医院的床位有多难等吗? 凭什么你们一来就要给你们安排床位? 跟我妈说完,江天看向我。 嫂子,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难听,如果你们继续演下去,我就要叫保安了。 江天脸上带了些韵怒,仿佛对我们的行为很是生气。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已经有不少患者家属围观。 听到他的话,一个个变得愤怒不平。 来这里住院的哪个不是等了十天半个月的? 你们是皇亲国妻啊,一来必须安排住院。 装病的还有脸在这里闹,这么想住院怎么不把医院买下来? 妈妈接踵而至,儿子趴在我妈肩膀上紧闭双眼,满头大汗,疼得全身都在颤抖。 不停地在说,妈妈,外婆,我好疼,救救我。 我心直接被揪起来,疼痛蔓延到了天灵盖。 可就算这个样子,姜天依旧不相信儿子是主动脉加层破裂。 我妈跟姜天道歉,医生,是我说错话了,请你先给我外孙子看看,他真的很难受。 姜天趾高气扬道,医院有规定,不办住院,不处理病情。 我妈激进崩溃,挥舞着拳头要打人,我上去拦住她。 抬头对姜天说,姜天,我儿子不是普通的心脏病,他是主动脉加层破裂。 这病情况有多紧急,你应该清楚,他现在必须住院做手术。 也许是我太过严肃,姜天收起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不过几秒后,他笑出声来,装得挺像赵金燕,不过你百度查这个病的时候, 没告诉你,这种病小孩不可能得吗? 本来王哥跟我说你为了抢刘影的床位,不择手段,我还不信。 为了争风吃醋,拿孩子开这种玩笑,你可真是恶心。 姜天话里话外都是鄙夷。 众活一世的我,知道儿子情况有多紧急。 成人患主动脉加层破裂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死亡率接近百分百。 而同德这种病更是要用罕见来形容,全国唯一能做这台手术的人就是这个科室的主任。 我不能跟姜天生气,也没有时间跟他解释。 我看了一眼疼到嘴唇发紫的儿子,一股窒息的绝望席卷了我全身。 我知道姜天不可能收我儿子住院。 于是我咬了咬牙,直接跑到护士长办公室。 王州所在的科室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心外科,来看心脏病的患者排着对等住院。 可就这么一床难求的科室里,永远有一张空床。 那是王州给自己的小青梅留影留的。 上辈子,儿子突发心脏病,我给身为心脏专家的王州打了电话。 他刚开始说没有病床,在我苦苦哀求下,他终于同意把那张空床给儿子赞用,并且亲自跟着救护车回来接了儿子。 可就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刘颖心脏病发作,给他打电话没打通,猝死在救护车上。 那天王州送儿子到医院后,就失踪了。 直到三个月后,儿子康复出院他才出现。 王州辞去了大医院的工作,说要多陪陪儿子。 他每天送我上下班,天天给我们做饭,陪着儿子做作业。 就在我以为王州的心终于回归我们小家庭的时候。 他在儿子生日那天给我们全家人下了药,儿子和我妈在痛苦中死去。 王州却用药物让我保持清醒,开车拉着我到刘颖的墓地,逼我跪下来给他道歉。 可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刘颖一直有心脏病,患了心之后却不好好吃药,导致频繁心衰。 那天他心衰发作,给王州打电话没打通,也不知道打120。 被邻居发现,打通120后,他不去离自己家最近的医院治疗,天天要来距离他30公里外的王州所在的医院。 我不明白,明明是他自己做死,为什么王州把所有过错算在我头上? 王州却听不得我说刘颖任何不好。 他满目悲凉,儿子平日好好的,怎么会得心脏病? 肯定是你故意耍手段,让我没有接到小颖的电话,才让他错失治疗机会。 赵金叶,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跟小颖就是朋友,可你为什么还要做那些伤害他的事? 他不吃药都是因为你,最该死的是你。 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王州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都是你害死的小颖,你也感受一下心痛到死的滋味吧。 他拿着手术刀从喉咙一直抛到我胸口,伸手进去捏爆了我的心脏。 想到这里,那股疼痛感仿佛还停留在我身上。 我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想到病危的儿子,我冲进护士长办公室,直接给他跪下。 护士长,我知道你有安排病床的权利,我们可以不住病房,就住在楼道。 我儿子是主动卖加层破裂,全是只有李主任能给他做手术。 求求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为了儿子,我抛弃了一切尊严,把头磕得框框响。 护士长动了恻隐之心,拿起手机准备往外走,却被江天拦下。 护士长,你不会真相信了吧? 你看不出他是在演戏吗?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特别有手段。 当年王哥本来都要和他的初恋一起出国了,就因为他一封举报信,两个人分开了。 他还用自己的院长爸爸施压,强迫王哥跟他结婚。 他为了争风吃醋,什么都做得出来。 说什么孩子主动脉加层破裂,说不定是被他打得。 江天的话,成功洗脑了护士长。 护士长收起手机,对我温柔开口。 抱歉,赵小姐,医院有规定,医生不开诊断,我们没办法收住院。 一瞬间,我的心跌入谷底。 我以为不给王州打电话,他就会顺利去找刘颖。 上辈子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谁料他把事做得这么绝,竟然吩咐同事不收儿子住院。 绝望之际,我听到我妈尖叫一声。 今夜,你快来呀,小抄他,他没气了。 我一个箭步冲出去,儿子趴在我妈肩膀上,手直接垂了下去。 我伸手去测他的颈动脉,一摸,毫无波动。 我心一紧,大脑瞬间空白,几乎是下意识地喊出声,快,把他平放在地上。 我妈顺势放倒,我跪在地上开始给儿子做心肺复苏。 我摁压儿子的心脏。 我妈转身去求护士站的护士,她跪在地上磕头,求你们帮帮忙,孩子都这样了,你们难道要做事不管吗? 围观的人也傻了眼。 有个护士想要上来查看情况,却再次被姜天拦下。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正常工作。 虽然没人帮忙,在我的努力下,几分钟后,儿子还是恢复了脉搏。 他缓缓睁开眼,喊了我一声,妈妈。 太好了,我喜极而泣,紧紧抱住他。 只不过后知后觉,我儿子差点死在医院里。 一想到这件事,我就心疼地发紧。 儿子轻声问我,妈妈,我是不是要死了? 这里不是爸爸工作的地方吗? 为什么他不来救我? 儿子稚嫩的声音让现场安静下来。 我看到有围观的有人抹了一把眼泪。 开口对姜天说道,姜大夫,我觉得他们不像庄出来的。 对呀,姜大夫,你就先给诊断一下吧。 如果是假的,那这也太真了。 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开始为我们求情。 可姜天却不为所动,赵金叶,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场景在家里演练很多次了吧? 只不过你这心肺复苏动作太不标准,况且王哥已经去找刘颖了。 你这出戏可惜了。 我没想到,都到了这个地步,姜天也不相信我儿子是真的生了病。 我忍无可忍,姜天,我是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你这么嘲讽我,就算我真的犯了错,也有法律来惩罚我。 我孩子又有什么错? 你身为一个医生,遇见病人不问诊,就下定论。 你还配穿着身白大褂吗? 我此话一出,旁边的人们也怒了。 就是姜医生,哪有母亲会拿自己孩子的身体开玩笑的。 他说得对,就算你说是装的,也要有证据吧。 到底是不是真的? 用听诊器听一听,不就知道了。 面对千夫所指,姜天脸色微微一变。 他迟疑地摘下听诊器,刚准备给我儿子听一听新音,怀里的手机却响起。 姜天接听,王哥,你在哪? 嫂子在科里闹得厉害。 听到这个称呼,我打了个机灵。 打电话的竟然是王周。 王周声音冰冷,我在小颖这里,她住院了,你先找人把他们赶走,等小颖稳定点了。 我再回去处理。 末了,王周又加了一句,那张床谁也不许动,那是我留给小颖的。 听到这话,我妈哭了,对着电话大喊, 王周,你疯了吗?生病的可是你亲儿子,他要是死在这里,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王周冷笑一声,谁都没有小颖重要,如果他要死,那就让他去死吧。 我下意识捂住儿子的耳朵,可还是晚了一步,他抬头看我,妈妈,爸爸为什么要我去死啊? 我一时失语,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王周挂断了电话,江天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你听见了吧?赶紧带孩子走吧,别在这里丢人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护士长带着李主任出现在门口,我眼前一亮,抱着孩子跑过去。 李主任,求你看看我孩子,江大夫不收他,说他没病,可我觉得他是动脉加层破裂。 在我卑微祈求下,李主任把听诊器放在了我儿子胸口。 他一边听着,一边皱眉。 江天走过来,老师,你别听这个女人乱讲,小孩怎么可能会有动脉加层破裂这个病? 谁料他话音刚落,李主任收起听诊器,接过我孩子往手术室的方向跑。 同时对身边的护士长说,通知手术室,这里有个孩子动脉加层破裂。 说完,他冷冰冰看了江天一眼。 谁告诉你小孩得不了这种病? 江天,这孩子全是被你耽误了。 李主任的话宛如晴天霹雳,把江天定在原地。 几秒后,他脸上嘲弄的笑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惊恐。 旁边的人议论纷纷,原来这小朋友真的这么严重啊,这一生真造孽。 我家里人就是因为主动脉破裂走的,听说晚一分钟治疗,就会多百分之十概率死亡。 这些人的话语,此刻落在江天耳朵里,又是那样的刺耳。 江天垂下头跟我道歉,嫂子,对不起,我应该先问诊的。 护士长着急带我去办理相关手续,临走时我白了他一眼。 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有权有势吗?你放心,如果我儿子有势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江天一直以为是我拆散了王周和刘颖。 只因我认识王周时,他还没和刘颖分手。 那天,我来医院给爸爸送东西,对王周一见钟情。 可是得知王周有女朋友后,我就放弃了。 后来,刘颖要出国治病,王周也获得了出国进修的机会。 却因为一封举报学术造假的信件被迫让王周留了下来。 当年我爸爸还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人都以为举报信是我写的。 王周又是爸爸的学生,只有爸爸知道他论文的真实性。 在刘颖出国后不久,两个人就分手了。 王周选择跟我在一起,很快我们结婚,有了小超。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坚信是我导致王周和刘颖分手的。 竟然还因为这个借口,差点硬生生把我儿子拖死。 想到这里,我恨不得将江天生吞活泼了。 交完费,我去了手术室门口。 我妈站在那里,经过这一晚上的折腾,她仿佛老了十岁。 看到我,我妈的眼泪掉下来,如果你爸爸还在的话,他们怎么敢这么欺负我们? 文言,我鼻子发酸。 当初我跟王周结婚,爸爸其实是不同意的。 王周是他的学生,他清楚地知道,王周对刘颖的感情。 他说我嫁给王周,一定会后悔。 我当时想怎么会呢? 只要持之以恒,我一定能感化王周。 刚结婚那几年,王周是个完美的丈夫。 他善解人意,事事为我着想。 我有了孩子之后,他对我更好了。 当时我觉得幸福极了。 直到爸爸去世,刘颖回国,王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对刘颖的关心已经超过了朋友的界限。 只要刘颖一个电话,他就会立即赶到他身边。 我曾因为这件事跟王周超过无数次。 王周被吵得烦了,对我大声说,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和刘颖之间是清白的呢? 我之所以这么关心他,是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他,一定会治好他的心脏病。 是的,王周学医是为了刘颖。 来到这个医院也是为了刘颖。 他们之间有个治愈条约, 王周在治疗好刘颖之前,是有一半属于刘颖的。 这些我早就知道。 所以,在刘颖去世后,我还庆幸过,这个可笑的治愈条约终于结束了。 我的婚姻生活终于正常了。 结果王周为了刘颖封城那样,我闭上眼睛。 原来最可笑的是我,为了一个渣男失去了一切。 儿子福大命大,最终保住了性命。 一周之后,儿子恢复了意识,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 我和妈妈终于放下心来,每人轮流一天照顾他。 期间姜天每天来好几次,看到我就道歉,还悄悄给我账户里打钱。 姜天是个难得好医生。 我听护士长说,当得知我儿子差点被他耽误病情, 他在医生办公室哭得站不起来,连伸自己好几个巴掌说自己错了。 我知道,如果我坚持要追究这件事,他一定会被开除的。 可姜天被开除了,他那些病人怎么办? 到时候又会有多少病人因此丧失活下去的机会。 所以我接受了姜天的道歉和赔偿,并不打算深究这件事。 那天我来接替妈妈,刚走进楼道就听见妈妈的痛骂。 王周,你还是不是人,这可是你亲儿子,刚刚做完手术,你就要赶他出院。 我直接冲进去。 王周站在儿子的床边,正拿着他的东西往外扔。 儿子流着眼泪,大哭,爸爸,你不要扔我的东西。 刘颖站在王周身边,一副渲染玉涕的样子。 周周,你别赶他们走了,我住在哪里都没问题的,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知足了。 王周把儿子的水杯扔进垃圾桶,满脸愤怒。 不行,这是我给你留的床位,就算是我亲儿子,也不能占用。 扔完水杯还不够,王周又去抢儿子身上的被子。 住手。 王周,你疯了吗? 我挺身而出。 赵金叶,你可算来了。 王周恶狠狠弯了我一眼,赶紧给他办出院,别占小影的地方。 我瞬间变得愤怒,这医院是你开的吗? 这床位是我们花了钱的,你凭什么赶我们走? 凭我是医生,你们没病却要住院,这是在浪费医疗资源,我有权利把你们赶出去。 我刚准备反驳。 门外传来江天的声音,王哥,你别闹了,小超刚做完手术,禁不起你这么折腾。 江天此话一出,王周看向他,江天,我这是什么意思? 你也被这个女人洗脑了? 竟然联合他一起骗我。 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清楚,他从小就健健康康的,怎么可能有心脏病? 江天皱眉,他骗你,我骗你,病例骗不了你吧? 如果你还是怀疑,可以去看看小超的病例,他那天主动脉破裂,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 听到主动脉破裂,王周瞳孔震了震。 很快他又恢复如初,摆手道,小孩子怎么会会的。 江天告诉他,这个病小孩子也会得,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可确确实实发生了。 是主任亲自做的手术,整整十个小时,医院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手术。 王周一直觉得小超的病是我编的,是为了争风吃醋。 上辈子,他把小超送到医院后,就接到了刘颖的电话。 直到儿子,痊愈他才出现。 他并不知道儿子的病情有多严重。 如今得知了真相,王周眼底顿时有了愧疚之色。 他看向小超,手不受控制地颤抖。 可这份温情,很快就被刘颖的哭声打破。 小超竟然得了这么严重的病,都是我的错。 我那天不应该给周周打电话,是我霸占了小超的爸爸。 他眼泪说掉就掉。 王周刚刚愧疚的心瞬间就被心疼沾满。 他连忙安慰刘颖。 小超得病,跟你有什么关系? 说到底还是报应。 赵金叶爸爸因为赵金叶伤害你, 那老天爷伤害他的儿子也没什么错。 他这句话提醒我了。 临死前王周曾说我爸爸给刘颖造成过伤害, 害得他背井离乡,有家不能毁。 害他得了抑郁症, 患了心脏抑郁到连抗排医药都不吃了。 刘颖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 国内没有几个朋友。 所以这话不可能是别人传的, 只能是刘颖自己说得。 我实在不明白, 爸爸对刘颖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污蔑他? 哄好刘颖, 王周抬头对我说, 就算小超做了手术, 可他也不应该占用小颖的病房。 赵金叶, 你今天就给小超转院吧。 我还没说话, 江天怒了。 王周, 你也太冷血了吧, 小超还没完全脱离危险期, 你逼他转院做什么? 这是我的家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到江天替我出头, 王周很不满意, 他看向我, 赵金叶, 你要记住, 你家欠小颖的, 这辈子都还不清。 此刻, 我再也忍不下去, 我欠他什么了? 王周, 你总说我伤害了他, 我想问问到底是怎么伤害的, 我跟他扒杆子打不着, 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我儿子搭上生命都还不完。 面对我的质疑, 王周愣了几秒, 你竟然不知道你对小颖做了什么? 他眼底变得凛冽, 声音也变得冰冷, 赵金叶, 你真是冷血无情, 那我就告诉你, 如果没有, 别说了周周。 王周话都没说完, 刘颖捂住了她的嘴, 既然今夜不记得了, 你就别说了, 这件事就让她过去吧。 王周此刻对刘颖的心疼压, 都压不住, 不, 我要说, 小颖, 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可害你的人, 却什么都不知道, 这不公平。 王周不顾脸色发白的刘颖, 开口对我说道, 赵金叶, 当初是你父亲窜夺小颖去国外, 当时我们决定一起去, 可是你的一封举报信, 让我和小颖分开了, 你知不知道, 小颖去了国外后, 受到了侵犯。 按照王周的说法, 因为她没去城国外, 所以没人保护刘颖, 刘颖受到伤害, 而刘颖在国外, 也没受到什么好的治疗, 我父亲介绍的机构, 是骗子机构, 在她身上是药, 导致她产生了很强的副作用。 刘颖精神备受打击, 患上了抑郁症, 等她好不容易回国, 等来了换新机会。 这时我爸又暗箱操作, 给刘颖换了一颗不健康的心脏。 你爸对小颖做了这么多事, 你敢说你一点都不知道, 赵金叶, 你们一家子都应该对她忏悔。 王周的声音越来越大, 如果不是看到她身后刘颖 一脸尴尬的模样, 我还真信了这句话。 听到她这些指责,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笑完又有点想哭。 这么些年, 我的真心竟然给了这样一个男人。 我抹了一把眼泪, 直勾勾看着王周。 王周, 你真是蠢得可怜, 你为什么会觉得那封举报信 是我递交上去的? 王周皱眉, 只有你爸爸知道 我那论文数据造假。 我开口问, 你确定吗? 说不定你的小颖也知道呢? 王周明白了什么, 他回头看刘颖。 刘颖瞬间慌了, 连连摇头, 不, 我没有。 王周握紧拳头, 笃定道, 赵金叶, 你不要挑拨 我和小颖之间的关系了,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怎么没有, 你以为他去国外 是真的看病去了? 其实是他找了个国外男朋友, 绿了你呢, 那封举报信 也是他提交的。 这件事 我本来想烂在肚子里。 既然王周主动提起, 那我就不能不说了。 在王周被举报后, 我去找了爸爸, 强烈要求他 以公谋私, 压下这次事情, 直接送王周出国。 爸爸耐不过我接二连三找他, 把事情真相告诉了我。 刘颖是爸爸第一个患者, 所以他对刘颖的感情很特殊。 在得知国外有这样一个治疗室后, 他写了很多封信, 给刘颖申请了名额。 那边派医生来给刘颖评估病情, 刘颖却看上了队里的小医生。 他们两个迅速坠入爱河, 想着去国外双宿双飞。 没想到这时, 王周却申请到了出国进修的名额。 为了王周不打扰自己, 刘颖写了那封举报信。 直到真相的王周脸变得跟纸一样白, 他不可置信地摇头。 不,不可能。 刘颖也为自己辩解, 周周, 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他是在诬陷我。 我诬陷你。 我直接拿出包里的举报信, 这是你当年的举报信, 我爸害怕我不信, 给了我。 我害怕被王周发现, 一直戴在身上, 至于你说的国外是骗子机构, 那就更好调查了, 只需要打个电话就清楚了。 看着那封举报信, 王周眼睛目的红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真像是这个样子。 他直勾勾看着心虚到手忙脚乱的刘颖, 你既然喜欢上了别人, 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还有, 你怎么能把这件事推到赵金叶身上? 刘颖又要哭了, 周周, 这件事是我没说清楚, 可你敢保证, 当时没有对赵金叶动心吗? 就算没有了进修名额, 你也可以辞职出国呀, 可是你没有, 说明你也变心了。 他这话, 直接击中王周的内心。 也许正如他说的那样, 王周当时对他的感情也没有那么纯粹, 不然怎么不追出国去? 看到王周怒火平息, 刘颖又说道, 就算这件事我骗了你, 回国后他爸爸给我换了一颗不太好的心脏, 这又怎么解释? 在换心之前, 他爸爸还威胁我, 这辈子都不能出现在你面前。 剩下的事情我不清楚。 可我知道爸爸是不可能说这种话。 我正准备问刘颖他换心的具体时间, 只见妈妈上前一步, 手指微微颤抖指向刘颖。 是你, 你得到了老赵的心脏, 你为什么不珍惜? 闻言, 我立即上前询问, 妈, 这是怎么回事? 我妈把刘颖最后一层脸面撕开, 她口中的老赵自然是我的爸爸, 原来那年爸爸得了癌症, 临死之际, 刘颖找到了他, 央求他给自己找颗心脏, 进行换心。 更换心脏手术, 国内极其严格。 心缘更是难求, 爸爸当时已经退休, 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可能答应这件事? 但刘颖威胁爸爸, 他说如果爸爸不给他找心源, 他就把王周从我身边抢走。 爸爸最是爱我, 为了我婚姻幸福, 答应把自己的心脏给他。 但是在此之前, 他们约法三章, 如果刘颖接受了我爸爸的心脏, 那他就不能出现在王周面前。 如今刘颖的胸腔里, 跳动的是我爸爸的心脏, 我眼泪不自觉地掉下来。 这些事情, 爸妈为了保护我, 一点都没告诉我。 不只是我, 王周也震惊了。 他怒不可恶地对刘颖吼道, 老师把心脏给了你, 你不珍惜也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诋毁他? 此时刘颖连装 都不肯装了, 我诋毁什么了? 他一个癌症病人, 心脏也是坏的, 更何况他都这么老了, 心脏也老了, 我要得是年轻的心脏, 不要这么老的。 江天也大受震撼, 国内心缘那么难搞, 像你这种浪费心脏的患者, 根本就不配得到任何人的捐赠。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活下去。 刘颖哭着去拉王周的手, 周周, 这些事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此刻王周已经彻底清醒, 他抽出自己的手, 苦笑道, 刘颖,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你怎好意思说这些事都是别人欺负你? 我真蠢, 竟然相信了你的话, 还要把自己亲生儿子赶出医院, 在他做手术时, 连面都不露, 我真不是个东西。 王周眼底的嫌弃彻底刺激到了刘颖, 他再次凑到王周的身边, 周周,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忘了你我之间有治愈协议? 在我病好之前, 你要负责我一辈子。 去你妈的一辈子, 你难道害我害得还不够吗? 赶紧滚吧。 王周用力一推, 刘颖直接被推到地上。 王周, 你不要脸,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刘颖情绪太过激动, 吼完这句话, 忽然喘不上气一般, 张嘴大口呼吸。 这次江天不敢有任何言误, 找来几个人, 抬着他去抢救去了。 整个过程, 王周没再看他一眼。 等病房安静下来, 我把儿子的杯子捡起来。 王周大梦初醒一般, 直接对我跪下来。 老婆, 我错了, 你也听到了, 这一切都是刘颖骗我, 你原谅我吧。 他满脸写着真诚。 见我不为所动, 王周又说, 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原谅我, 我答应你, 等过段时间我就辞职, 好好陪陪你和孩子。 因为工作原因, 王周不常在家, 就算有休息时间, 也是往刘颖那边跑。 我常常抱怨他不顾家庭, 所以上辈子他突然辞职, 我还感动了一把。 可他陪伴的下场, 就是全家人死于非命。 想到这里, 我长叹一口气, 开口道, 王周, 我们离婚吧。 听到离婚两个字, 王周目瞪口呆。 半天他才反应过来, 频频摇头, 不不不, 不能离婚, 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就算不需要我, 你想想孩子,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提到孩子, 他宛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转而看向儿子, 小超, 你快劝劝妈妈, 让他不要离开爸爸, 不然你也要跟爸爸分开了。 王周跟儿子说这话的时候, 我还担心了一下, 毕竟儿子很依赖他, 可结果出乎意料, 儿子很痛快地摇头, 不要。 王周正住, 小超, 你, 你欺负妈妈, 我不想要你当我爸爸。 孩子不行, 王周转头看向我妈, 谁料我妈也是摇头。 他近乎崩溃,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我只不过陪他看了看病, 就这样离婚我不同意。 不同意? 我冷笑一声, 你以为离婚跟结婚一样, 需要两个人同意才可以。 不管你同不同意, 这婚都离定了, 就算是时间长一点。 见我如此坚决, 王周惊慌失措, 他问我, 为什么? 我都答应你回归家庭了, 以后我也不会跟他来往了, 你怎么就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 王周, 你杀我们三个的时候, 给过我们机会了吗? 文言, 王周眼睛都睁得老大。 哆嗦半天, 他才来了一句, 你你你, 没想到吧, 我也重生了。 我冷漠地告诉他, 从你动手那一刻起, 就已经抛弃这个家了。 最后, 王周没继续求我不离婚, 失魂落魄地走了。 后面几天, 王周每天都来看儿子, 不过我们都当他不存在, 就连孩子也不理他。 过了几天, 他也没来了。 江天说, 刘盈抢救过来了, 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 王周去照顾他了。 说这话的时候, 江天都带着恨意。 我没有半点生气, 反而有点紧张。 几天后, 江天跑过来, 对我说, 王周杀人了。 在刘盈出院后, 王周把他接回家, 直接下了狠手。 王周用手术刀, 从刘盈脖子一路抛到心脏, 警察到的时候, 王周还捧着那颗心脏在忏悔。 我点点头, 王周这个举动, 在我意料之中, 上辈子他选择我们, 因为刘盈后悔杀了我们。 这辈子他选择刘盈, 又因为我们后悔杀了刘盈。 可他从来没有想过, 真正错的人是他自己。 如果他喜欢刘盈, 不应该接受我的爱意。 既然他选择跟我在一起, 就不应该再去找刘盈。 不过这个男人确实是个耸包, 不管这辈子还是上辈子, 他都不敢对自己下狠手。 儿子出院后, 我给他改了姓。 与此同时, 王周也被判了死刑。 警方告诉我, 他想见我和孩子一面。 我不想见他, 可我不能剥夺孩子见爸爸的权利。 我问儿子要不要去见一面, 并且告诉他, 这可能是最后一面。 儿子的答案出乎意料, 他很坚定地拒绝了。 我没有这样的爸爸, 这种爸爸也不值得我留念。 我点头, 把儿子抱进怀里, 看来他长大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